家長跟志工拿出一塊 超大的彩虹帆布 大小雌環兒們 發出陣陣的尖叫聲 老師一聲立下 他們揮動帆布 製造彩色波浪 雌環兒們再往波浪上爬 大家一點都不害怕 反而相當開心 設計得不錯 可是他有時候 一樣不會配合 對啊 可是還是盡量 主要是要讓他習慣 跟大家一起相處的感覺 然後盡量可以遵守別人的規矩 爬在波浪上還不過癮 老師再出其招 把帆布抬高 讓家長帶著孩子過山洞 這時尖叫聲變得更大了 孩子們的笑容 也一直刮在臉上 他們對於這些闖關活動 感到相當的興奮 也藉此訓練手演協調 平衡以及聚耐力 如果真的有吃法的情形的話 應該盡早接受療癒 因為盡量療癒給他們刺激的話 對他們的那個發展 就因為黃金旗啊 就這段時間 如果你給他一些刺激 給他一些訓練 給他一些教育的話 對啊 對他們的情緒的控制啊 還有對他們的專注力啊 還有生活治理都很有幫助 育成基金會結合城中 永明 市林北投 以及三重蘆洲早療中心 舉辦親子區位競賽 藉由不同的闖關遊戲 增進親子體事能以及互動 展現遲緩額的學習成果 也希望這些漫非天使 能夠慢慢成長 迎向更美好的未來 開播大台北市位新聞 曹德華 採訪報導